卫生部长都斯里苏巴马联金早在卫生部召开记者会证实 马来西亚出现首宗茨卡病毒确诊病例 58岁的女患者来自巴胜班的Botani 妇女女丈夫本月18日至21日前往新加坡探望女儿 在回国一个礼拜后脸上出现红疹及发烧症状 30日被诊所医生诊断疑似茨卡病患 雪兰儿双西茅路医院在31日证实女患者的尿液检验 对茨卡病毒呈阳性反应 女患者在新加坡的女儿也证实是茨卡患者 亲信她的丈夫的尿液检验呈阴性反应 女患者目前正在康复中 相信明天或后天就能出院 苏巴马联提醒国人 茨卡病毒除了可以透过蚊子叮咬传播病毒之外 也能通过性行为传染病毒 另外一部分我们也想要重复一下 这种病毒可以通过性性关系 这种病毒可以通过女儿两个月 也能通过性性关系 通过性性关系 部长呼吁国人扑灭黑斑纹 才能减少资卡及骨痛认证漫年 她也促进准备到新加坡的我国公民 做好防范措施 目前有五名长期居住在新加坡 或当地工作的马来西亚公民 证实在尸城感染了茨卡病毒 结束了 总结职 病毒 老中生 犟 状 老中生 雀